最初的起行動念是想給蘇的一個永久的家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有三大樓層 我們第一次打造於台灣最大的共享平台跟分享經濟 它同時也是一個建築的大教室 整個生命樹木結構跟兩側的RC鋼筋 泥土 還有整個生命樹區 我們叫彎島廣場 台灣是我們這個場域的一個主題 這個場域不止全台灣全世界都獨一無二的地方 這個議題蠻有趣的 因為它是屬於台灣在地生根的一個文化故事 南島文化發自於台灣 這一件事情很少人會知道 我們設計了19個主題區 我們設計了9項多媒體 從第一個階段進來就會很吸引人 在每一區講一個跟南島文化有關的故事 而且其實每一區都是有一個主題的精神在 最大的亮點04的勇氣的原點 我們打造了一個數百屏的大型劇院 我們用了五台投影機 投影一個超長型的弧形的劇院螢幕 自由席地而坐在沙灘上 享受4K的畫面 經過這幾次的測試之後 我們覺得奧特馬投影機 無論在顏色的色澤上面 還有亮度的呈現上面 其實差異非常非常小 這樣的好處就可以讓我們在做投影機 融結的時候可以更快完成融結的部分 而且看不出來那個融結帶 我覺得也很有特色的是地景光標 再用一個洋流模擬 撰寫這樣的程式 讓奧特馬在呈現上是無限可能的 這一次我們第一次嘗試使用OMS的服務 加入這個展館做管理系統 更有效的一次性的控制 管內所有的投影機 它可以用很快速的方式 去做投影機的管理動作 這也是奧特馬的優勢展 洪雨在海裡在游就像在飛 伴隨著一些史前的壁畫 很多元的彎道的極限征服 台灣給事件的禮物